美媒外交政策,新疆在教育中心,关押人数已超德国集中营,资料图片2017年11月2日,在新疆一所在教育中心外执勤的警察美联社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最近发表长文,全面梳理了中国政府在新疆建立大量在教育中心,进行种族清洗的做法。 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否可以持续,会不会向更糟糕的方向转化外交政策?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莱恩图姆·瑞恩桑他在开篇指出,目前维族成年人口的5%至10%已经被非法关押在新疆全境的在教育中心。 而根据本台此前的报道,中国政府的目标是把维族人口的40%送进这些关押中心,其中包括20到50岁的全部维族。 男性文章认为,在教育中心的主要目的是进化以维族为主体的新疆穆斯林的思想,清除其头脑中的极端主义等病毒,并植入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 身在华盛顿的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些做法,实际,就是民族清洗,对一个民族系统性的针对它的文化、身份、宗教信仰和传统进行强制性的改变这就叫种族清洗。 也包括对民族肉体上的消灭现在维吾尔族人,已经在在教育中心里出现死亡,而且这种死亡不是一个两个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制定这些清洗政策,是由于他们认定新疆的这些少数民族因为其信仰不同,才会不断反抗政府的管理措施。 而伊斯兰教等宗教,被中国政府看作是外来的意志力量,是对政府的一种威胁,诞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回族留学生故意看法稍有不同。 他把新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看作是民族反抗的主要原因,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是一个外来的殖民政权,中国人欺占了维吾尔族人家园所以,维吾尔族人本来就不必认同中国 中国本来就有反抗的权利,除了在教育中心之外,中国政府还在新疆全境进行各种监控,禁止在学校教授维吾尔族语言,拆毁维族历史建筑等等来图母观察到政府的高压政策,正在改变维族民众的行为。 为了免于遭到关押一些维族家庭,主动焚烧了本民族文字的书籍,甚至根据监控人员的口味,来显示效忠政府的姿态。 伊利夏提对此忧心忡忡,中共现在对维吾尔族人,不仅是拆除那些建筑维吾尔族人的古迹烧毁书本,禁止文字这笔塔利班和伊斯兰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等于说是把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的东西釜底抽薪。 古一格认为文化自身有生生不息的力量政府的暴力手段,无法毁掉维族的文化。 维吾尔族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用一种非常坚韧的方式面对今世的苦难,将此作为后世的资粮。 从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镇压越强抗争越烈在教育中心最近屡次,传出被关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消息。 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里坤·奈莎的母亲前不久在在教育中心过世维吾尔宗教领袖,学者穆罕默德萨利阿吉, 也于今年初在被关押期间死亡外交政策的这篇文章把在教育中心与其他国家律史上出现的集中营做比较,指出在教育中心关押的人数已达到百万的规模。 这已经超过了二战时期,德国集中营关押犹太人的最高峰值70万伊利夏提警告说,这种形势发展下去,新疆很有可能出现种族大屠杀。 种族大屠杀有五个条件,首先是对一个民族的完全丑化,第二,是对这个民族的边缘化,第三是对这个民族进行整体打压, 第四是该民族文化遗迹和书本的烧毁,很自然的就会走到第五个种族屠杀。 中国对维吾尔族的政策已经达到了第四个层次,第五个也已经开始出现了他交集的呼吁现在唯有靠美国,英国等国家在国际上进行干预。 谷义则认为,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这些反人类做法是不可持续的,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把东突厥斯坦当地的所有资源, 以及从中国本部调集的很多资源,投入到这种高压政策,上到了一定的程度弦崩紧了就会断。 中国本部只要稍微出一点问题的话这种镇压,就不可能继续下去。 目前新疆还在持续扩建在教育中心,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卫星图片和地面采访,证明这种关押场所的存在。 但最近在日内晚面对联合国官员的质问,中国49人的代表团断然否定了新疆存在在教育中心这种设施。